中越战争 中越自卫反击战争是打响 从2月17日到3月6日 中国军队仅用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连续攻占了越南三座省会城市老街 高平 亮山 特别是亮山被攻克之后 极大震慑越军 因为这意味着河内将无险可守 只要中国需要占领河内不是问题 但是中国战前说过 中国对越作战的目的 只是惩罚越南 没有其他目的 在3月5日宣布撤军 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虽然中国获得了胜利 但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短短一个月 解放军就牺牲了6000多名解放军战士 1.2万人负伤 惨烈程度一度逼近朝鲜战争 很多人都认为当时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出动空军对洛军进行支援 或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但是即使十年冬月战争结束之后 中国没有出动过一战斗机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之所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没有出动空军进行支援 那么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战斗力性能不佳 很多战斗机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 白天可以作战 但是晚上或许其他天气热烈的情况下作战能力不强 这样作战单一的战斗力 在对越反击战中起达的作用不是很大 并且还有可能会扩大战争的规模 不符合惩罚越南的自卫战争性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